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简单给大家聊个几句 这段时间更新视频不是特别频繁,更新也有 但是不像之前还要稍微打打字幕,插插素材,现在都没有 直接就是做好了就往上传了 因为这段时间我个人事情确实是比较多 要处理很多事情,跑东跑西的 现在换了个地方,你看看这边是我朋友的一个私人领地 背后的山都是我朋友的私人领地的山 山上什么都有,这边能看到的 左边是一棵橄榄树,右边是一棵橡果那些树 这边的山很原始的,山里边还有一些野生动物 兔子,野猪,野猪现在这个地方还是没有 有的话我得小心一点 随便跟大家扯几句 昨天我看什么NBA,莫雷,火箭队总经理 因为这个挺香港反送中啊,这一下又是刺痛了多少小粉红的这么一个赤诚的爱国之心 然后引起了网络大战,口诸笔伐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多么大不了一个事啊 没什么大不了 人家在网络上发表挺中,挺港还是挺中,这是人家的自由 是吧,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凡是挺香港,这本来就是一件良心的体现 是吧 所有的,不光说是莫雷了,几乎所有那些海外稍微有点知识,有点常识的人 他们都会去挺港,挺香港反送中 结果就因为这么一个事了,然后就是说什么 就是让很多爱国者小粉红又高潮了 然后呢,你看后续啊,莫雷他把那个推特推文给删了 你感觉好像人心虚一样 哎,说什么,哎呀,我没有想到中国人这么爱国呀 没想到伤害了这么多中国人的这种爱国情绪啊 似乎是人家软了,其实人家为什么删推特删那一则消息,人家其实是为了钱 人赚钱没错,人不为你天出地面,人是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 是吧,删了这个微博,但是你根本不可能改变别人的想法 别人心里边是挺香港人家还是继续会挺香港,你不可能因为你一两句话 不可能因为这个广大别人说抗议了就就就停怎么怎么样 那是其实你对于那些所谓那些什么球迷来说 也不会对他们造成影响 他们之前喜欢火箭队以后还会喜欢火箭队 是吧 就像以前什么什么什么抵制日货抵制美货一样 什么你像以前很多年前的时候说你不买日本的商品 然后呢,一个月日本的经济就会崩溃啊,听起来似乎是很厉害啊 是吧,当时喊喊而已,手里拿到什么索尼啊,佳能的那些 当时还是那种数码卡片相机啊 然后当时喊喊把相机藏好,然后他喊着抵制日货抵制日货 抵制完了之后,然后把相机拿出来看看今天拍哪一照片 还是佳能啊,相机,索尼相机一样 说美国也是,你说你抵制美货抵制美货,你抵制 啊,苹果手机,你往兜里一串啊,我抵制美货 然后抵制完了之后,苹果手机接着用,你不用吗 你用安卓机,安卓机没有苹果机好用,没有苹果机坏 你承认这一点 抵制日货抵制美货都这么多年了,怎么人家还越来越强大了 美国也没有倒闭,日本也没有破产,这是为什么 难道就不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吗 所谓这个NBA也是,你抵制NBA,你不看NBA NBA的总经理,火箭队总经理发表什么辱华言论 对吧,听香港反动中了,这辱华了,辱华了 对吧,那你以后你不看了,不看香港了 不看那个什么火箭队的比赛了 看还是得看,嘴上喊喊而已 就是说你再你不看NBA的话 你去哪,你全世界整个地球上 你找不到比较更精彩的篮球比赛 没有,你看中国的CUBA,CUBA也是这么多年了 我没见能在国际这个舞台上能有多大的影响力 没有吧,是吧,CUBA吸引多少外国的观众 也没有吧 所以说你这个抵制来抵制去,你没有用 也就是一阵风而已 你今天你说那个什么抵制了 是吧,过几天你还是得看 再说你又说什么,让他下台了解雇了 结果人家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真好好的 并不会受到处罚 是人的言论自由 人家挺香港反送中,那是人家的言论自由 人家删除他的推特 那也是他的自由 也是出于他的利益 这都无所谓 我倒不觉得没有什么太质责上纲上线 太炒作这些什么事情 反正就是说国内那些所谓的小粉红 那些爱国者可能觉得生活是比较太无聊 因为国内的生活确实是很多都是比较无聊的 就需要查与饭后得找一些事情来刺激大脑 来是吧,证明自己的存在感 刷存在感 所以说一遇到的时候这个什么事 怎么说一会什么什么 这个反华那个反华了 就是一会抵制这个抵制那个 这个也是生活乐趣的一部分 也可以去理解 这都没有关系 透过这么一个事能够看到什么 也不光说是这一个事 可能很多事情 不管说是乐天也好 还是什么其他的也好 反正只要一根辱华一加上边 你会看到那种最恶毒的汉语 最恶毒的汉字在网上纷纷都骂出来了 之前前段时间出名的那四个字叫CNMB 现在这段时间的是NMSL 就是对方的母亲死了 都是要问问候这个 就是说这些粉红这些爱国者们 他们一个心理状态是什么 就是说你要是让他们上上战场 扛枪去打仗 未必有这个胆 你要真想上去冲 可能祖国也不让 就是打口炮 因为现在打口炮是一个传统 这可能也是从外交部给传承过来的 不管说是王毅还是华春莹还是耿爽 那些人 就是从他们那些人传承下来的 就是一个打口炮 从语言的角度 怎么样以最简短的语言给对方造成最大的心理伤害 他们就这个语言就怎么去组织 他们也不管这些语言 文明不文明 合法不合法 然后是反正就是以对对恶毒的语言去对这些人 进行一些人身的攻击 这也是再次了证明一个什么道理 就是一个中国人的丑陋 你得承认一下这个中国人的丑陋 中国人的丑陋 这也不光是我说的了 很久很久以前 Long long time ago 是吧 那个什么博洋已经写书写的很细统了 这中国人他就是有时候把他自己所作所为言行举止 都是非常丑陋的 每过一段时间 或者说是不过是每过一段时间 几乎是每天每天你在网上多搜一搜 刷一刷 特别是推特 都能够看到那些特别脏的字 特别脏的那些什么语言 所以说我现在为什么大家关注我的推特 我在推特上发言比较少 就是因为推特上撕逼太严重了 推特上所以说大家都在撕逼吗 那我去出这个眉头干嘛 因为有很多中国人 他们都是不愿意去玩这个推特 甚至有很多中国人说说告别中文圈 因为在推特遇到的撕逼太多了 就通过这么一个事 通过这么一个NBA总经理莫雷这么一个事 就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素质 如果说如果仅仅是通过这一件事的话 那也不能够反映出 但是这个事情出现的太多了 以前早些年那是什么萨德 是吧现在又是什么连农墙 连农墙砍人一个不小心把一个日本的女子给砍了 连农墙砍人事件 还有什么像那种加拿大多林多那些豪车富二代 开着豪车挂着那种北京的车牌上街去爱国 是吧这些很多很多事情已经证明了中国人这个群体 会出现很多丑陋的中国人 这一点你无法避免 当然了作为汉语 我也承认汉语是我的母语 我只能说以尽我自己的能力 去尽量不说脏话 少说脏话 以自己的能力去净化这么一个汉语圈 之前做节目之前写文章以前也是经常喜欢用一些脏字 有些人也是喜欢看脏字 因为其实有些人包括我在内 我也是一个下里巴人 我也是一个loser就loser 是吧 以前我也是用过一些脏字 用过一些比较吸引大家眼球的一些语言 后来发现进行一些自我思考跟反省之后 确实能够不用就不要用 尽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以最理智的这种语言去面对一些事情 去评论一些事情 不管说是网络上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热点的新闻 去评论 尽量以一种文明的语言 不要去动不动就去问候别人家人 动不动就是CMB 动不动就是MSL 总是组织别人的家人 这样的话别人能不讨厌中国人吗 别人能不排华吗 是不是 这样是改变世界就是从每一个人自我做起 提升每一个人 提升整体中国人的修养 是从每一个具体的事件去开始 如果一个中国人 他可以很理智的很礼貌的很客观的去运用汉语 那是一个人 如果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一万个人 那么这个汉语圈慢慢就会净化 其实我们就看香港吧 你看香港这段时间反正中 你见到有多少人在说脏话 有多少人在骂脏话 很少吧 反过来你可以想想 莫雷他为什么要挺香港人 为什么要支持香港反送中 你从这一个小细节 从这个语言的文明程度来看的话 是不是香港人他们的文明 他们的理智和平理性非暴力 他们是打动了那些国际上的人 所以说国际这么多人才会支持香港人呢 对吧 你反过来想一想 如果说中国人大陆人以最恶毒的语言去攻击莫雷 去通过这件事情再去放大 再去上歌上线 这会不会让那些外国人更加讨厌的中国人 更加觉得中国人的丑陋 更加觉得中国人必须得要去排华 所以说以后在海外的中国人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素养素质 因为我发现很多那些香港台湾人 还有什么新加坡人 人家说我不是中国人 首先人家第一句话是我不是中国人 然后才是我是台湾人 我是香港人 我是新加坡人 这种事情我已经碰到很多了 你不要动不动觉得我是中国人很骄傲 中国人在海外是几乎怎么说 就其实是需要努力去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的 真的是虽然说有很多人 他们不种族歧视努力的在接纳中国人 但是自己的 但是作为中国人也要努力的去融入这个世界 跟文明接轨 别一天到晚一遇到一个什么事情 动不动就上纲上线 动不动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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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虫上脑 是吧 说了一点难听了 是吧 把圣职器挂到嘴边去问候别人的家人 这样的话 别人不会去接纳你们的 反正就这么一个事吧 啰啰嗦嗦就扯了这么多 我要继续去看风景了 待会顺度的话去拍一些什么山景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昂首居莫尘,那喊心喊頭, 盼自由歸於這裏。